實在就是 SUM 哈囉我是907社的琪琪 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這台賓士的 GLA200總代理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吧 我們一起來看它的外觀吧 我覺得它的外觀設計的還蠻霸氣的 你看它的引擎蓋上 還有做這種肌肉線條感 那它的頭燈呢是HID的頭燈 然後還有LED的日行燈 車頂的部分呢 有車頂行李架 然後後照鏡的話 也有方向指示燈 那我們再一起來看一下 它的輪胎尺寸是使用 235 555 R18的唷 車尾 我們看一下它車尾的部分 其實我還蠻喜歡它車尾的設計 尤其是它的排氣管是做這種 一體式的排氣管 它這台車就是走那種跑旅路線的 我個人還蠻喜歡這種設計的感覺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後箱空間 因為它的車尾比較偏寬 所以它的後箱空間也是比較偏寬 不是屬於長型的 那它的椅子是可以做導扶的 我等一下來拍給你們看 那它的尾門呢是電動尾門喔 來我按給你們看一下 我們這個是電動尾門的配備 我們這個是電動尾門的配備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內裝的部分 方向盤的左邊呢 這裡是控制儀表板的快控鍵 那右邊這裡呢 就是接近電話音量大小聲 那我們目前的儀表里程數是78000 它還算跑蠻少的 那我們方向盤後面呢 還有換檔鍋片喔 我們再往方向盤的左下角看 這裡有定速的系統喔 那駕駛座的部分呢 它搭載的是電動座椅 跟三組系列座椅 影音系統的部分呢 一樣都可以連藍牙 然後有導航 那這一組安卓機呢 是另外升級的 它原本是小螢幕的喔 這個是前車組另外升級成 大螢幕的安卓機 那我們再往下看到的按鈕這邊呢 就是音樂的控制 然後這個就是它的手排模式的切換 然後還有停車雷達 然後跟一口尖的模式 這邊就是它的人氣的調整 那我們後座的話呢 都有兒童作為ISOFIS的裝置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引擎室 這台呢是1.6升的 那我們一樣先來看一下 它也是認證風調保證 本車無事故 泡水無變照 那它的引擎呢 是直列四缸 渦輪增壓的喔 它的馬力有156匹 那以上呢 就是我這台GLA200的介紹 我覺得這台車的 跑旅設計感真的很好看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快來九地汽車招門吧 實在就是SUM